你愿意相信吗?这些去世的毛孩子并没有走远,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。 爱的反义词不是不爱,而是遗忘。当你遗忘了那离去的生命,它才真正离开了。只要心中有念想,它就一直在。 这只萨摩耶名叫雷诺,2018年12月,生患骨癌和肾衰竭的它,因救治无效,接受了医院的安乐死。 在雷诺还是小奶狗的时候,就被主人王女士抱回了家。 从那之后,一人一狗就再也没有分开过。 从懵懂少女到嫁为人妻,雷诺不但陪伴了她整个青春,也见证了她每一个幸福的人生阶段。 但这样的美好,随着雷诺的日渐衰老,也不得不面对着需要分别的一天。 尽管付出了很多的努力,但狗狗毕竟老了,各相机能都在退化,病情恶化得非常快。 她变得不爱动,并且突然喜欢上舔自己的爪子。 2018年12月8日,不忍再让她受苦的家人同意了医生的建议,为狗狗执行了安乐死。 11年的暖心陪伴,就此画上了句号。 痛失爱犬的王女士,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 每每想到狗狗临终前还坚持要到外面撒尿,她的眼泪就止不出的流。 家人将狗狗火化后,把骨灰埋在了自家院子里。 上面一块精致的小墓碑,纪念她无私奉献的11年。 上面写着,感谢你曾经来过,来世还和我们相遇,爱你的家人。 在雷诺离开几天后,王女士发现自己怀孕了,或者这就是雷诺的祝福吧。 虽然狗狗已经离去,但还在守护着王女士。 每次看到墓碑上的照片,王女士就觉得狗狗依然陪在自己身边。 虽然时间冲淡了不少悲伤,但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还是会想起雷诺,想起她天真无邪的微笑,想起她每天床前的撒娇。 时间因为思念雷诺而变得漫长,又因肚子里的宝宝而充满希望。 十月怀胎,孩子很顺利地出生了,白白胖胖的特别健康。 但看到孩子的第一眼,王女士瞬间泪流满面。 孩子左手手腕处有块明显的胎记,而雷诺的左腿处有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。 狗狗去世前不久,不停地舔左腿,露出了像伤口一样的东西。 家人起初还以为是皮肤病,带她去医院检查后,医生却说这是块胎记。 之前整整十一年都被毛发挡住,临终的时候拼命露出让主人看到,也许真的是雷诺回家了。 男主人给宝宝取名团团,意思是一家三口又团圆了。 不得不说,缘分真的很神奇。 也许我们不能用科学的观点来尝试,但一定能够感觉到冥冥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羁绊。 但我们愿意选择相信如此,或许只有养过宠物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情。 不要难过,我们总会相遇的,就如我们刚遇见的时候一样。 记得要好好留意身边的巧合,或许那不是偶然,而是呼唤。 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 主人不要难过,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。 宝贝,你留好记号,我一定会找到你。 这只狗狗叫做桑迪,因为生病它已经时日无多,即使医生每天全力治疗,也已经无法挽回它的生命。 现在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少它的痛苦。 这对老夫妻养了十年的狗狗,在他们心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宠物了,而是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一员。 看着老夫妻难过的样子,狗狗想过去触碰一下主人的手,就像以前无数次做的那样。 可是身体已经不允许它这样做了。 医生告诉老夫妻要到了离别的时刻。 当这一刻真的来临,夫妻俩和狗狗都十分不舍。 狗狗挣扎着坐起来,想要再看看这个世界上它最重视的两个人。 因为自己将永远地要和世界告别了。 十年的时间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,也带给老夫妻无尽的欢笑。 现在,青毛犬桑迪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主人,她想下一辈子还要在主人的身边。 短短的十年陪伴,让她十分不舍与主人分别。 而奶奶这时已经难过得无法自拔。 在最后时刻,老两口最终决定捐献桑迪的眼角膜,让桑迪以另一种方式看着这个世界。 老夫妇这个决定让医院的这些医生感动不已。 经过数次的开会讨论,他们决定将桑迪的眼角膜植入到这个小狗的眼睛里。 为了慎重起见,调查人员专门来到家里,实地探访了将要接受脚膜捐献的小狗。 据主人所讲,小狗名叫橘子,在几个月前,她的左眼突然流出液体,接着就失明了。 主人敲了敲水瓶,她却看向了地面。 失明的痛苦正常人无法体会,但主人说她似乎还有一些感应。 把手靠近眼睛后,她还可以眨眼,说明左眼还可以微弱地感受到外界变化。 橘子在病变之前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 可此时由于疾病的困扰,她的眼睛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膜。 只有视线的上面,勉强能够看清一点。 而且由于疾病仍没解决,她的视力问题越来越严重。 曾经带给这个家无数欢快的开心果,现在也每天郁郁寡欢。 她只能依靠听觉和嗅觉来分辨外界。 为此,家人和她只能一起共同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 现在她们即将启程前往医院,而接下来的检查也会决定她今后能不能重见光明。 经过检查,她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,但幸好对于眼角膜移植她是符合的。 橘子即将用桑迪的眼光重新接受这个世界, 一边是纯获新生,而另一边是无尽的痛苦。 老夫妻正在和桑迪度过最后的时光。 桑迪仍想努力地站起来,来到主人身边。 可见现在她却连喝口水的力气都失去了。 在这最后的时光里,老两口已经把泪水流干。 即使心里无数次地告诉自己,不能让桑迪看到自己难过的样子, 可是泪水仍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 奶奶不舍地握着桑迪,桑迪仍坚持着想要起来安慰奶奶。 即使她只剩下了呼吸的力气,可仍挣扎着要起来。 爷爷用脸颊和桑迪贴在一起,仿佛这样就可以留住桑迪。 曾经无数次地陪伴,无数次地守候, 已经让爷爷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 可是此刻,自己即将失去这个最可爱的孩子。 想到这里,爷爷的泪水再次汹涌而出。 随着心跳消失,桑迪安心在了自己最亲的人身边。 我想她是幸福的,在她的一生中得到了老夫妻全部的爱。 现在,她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 医生十分庄重地将她放在手术台。 桑迪将用自己的角膜让另外一个生命重获光明。 正在等待手术的橘子,此刻还不知道她即将重获光明。 而这份光明承载了太多的爱。 现在,她即将接受麻醉。 当她醒来时,崭新的世界即将到来。 手术难度很大, 医生将在七毫米的长度上缝合三十二针。 而这将决定她能否成功获得光明。 三个小时的手术很漫长。 随着她的苏醒, 全国第一例狗狗眼角膜移植成功。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 苏醒后的她痛得发抖。 而她第一时间寻找主人寻求安慰。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,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就会正常。 而且为了避免外物的影响, 还特意戴上了眼镜, 用来保护眼睛。 生命的延续在这一刻得到见证。 几天之后, 当医生再次为橘子检查, 她的眼睛已经对光线产生了反应, 很快她就会获得全部的光明。 美好的未来是桑迪带来的。 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, 但她将用另一种方式活在大家心中。 有些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有意义的。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的一生, 但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爱。 一路走好, 桑迪, 让我们下辈子再见面。 原来这只狗叫阿东, 今年已经14岁了, 目前跟奶奶一起生活。 后面的大狗叫多多, 是奶奶的儿子带来陪伴阿东的。 阿东过去是流浪狗, 从去年爷爷去世后, 阿东的精神状态就很不好, 甚至一天都宅在家里, 也不出门。 奶奶已经骑车准备出门了, 多多也跟了出去, 阿东却并不想出门, 因为爷爷没过去, 曾经都是爷爷骑车带他跟奶奶出门的。 阿东最喜欢的就是趴在拖拉机底下, 哪怕家离开了空调更加凉爽, 他也不去。 奶奶拿着阿东最爱吃的面包, 没想到他闻了闻却走开了, 看来他最近心情很差, 奶奶说狗狗应该是想老鼠人了, 说老伴去世后, 阿东就变了, 变得很安静, 很喜欢趴在地上, 而且也不再喜欢出门。 奶奶把阿东送去了宠物医院, 医生给狗狗做了全面检查, 手医说排除因为年纪大的问题, 那就是心理问题了。 现在阿东就是特别思念爷爷, 毕竟当初是他带回了在外流浪的阿东, 给了狗狗一个温暖的家, 然后对阿东又很好。 奶奶哭着讲述着阿东跟自己老伴的故事。 13年前, 当时自己坐着丈夫开的拖拉机, 没想到在车辆穿梭的路中间出现了一只小狗, 他瑟瑟发抖, 全身脏兮兮的, 于是老伴就带着他回家了, 因为是在冬天捡的, 于是就叫他阿东。 老伴很喜欢阿东, 几乎每天出门都会带上他一起出门散步, 一起去田里干活, 都是爷爷开着拖拉机, 阿东就坐在车头兜风。 但去年老伴去世, 最爱阿东的爷爷不在了, 从此阿东就像没了灵魂似的, 每天都在思念爷爷。 这也是为什么他喜欢睡在拖拉机底下的原因。 主人每次拿出老伴的照片, 阿东都会显得很激动, 状态再差, 他都会跑到爷爷照片面前。 阿东看到爷爷照片后, 马上就跑了过来, 然后坐在照片面前, 显得激动又伤心。 这是他最认真, 也是他最悲伤的时候。 接着, 阿东好像开始哭泣, 眼睛里像是有泪水, 他不停舔着鼻子, 阿东低下头靠在奶奶手上, 奶奶今天想带着狗狗去爷爷的墓地。 一听说要去看爷爷, 阿东马上就从家里冲了出来, 他开始还有点不相信, 在奶奶确认后, 他马上就走了出来。 多多这次也跟着去了, 但他是第一次去, 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。 一路上, 奶奶带着阿东和多多 到了老伴的墓地后, 阿东就哽咽起来, 奶奶则在一旁安慰, 似乎像是明白爷爷已经离自己而去了。 接着, 奶奶在墓地旁边丢了些吃的, 也是当地的一种风俗, 然而没心没肺的多多却是个吃货, 他还以为这些吃的是主人丢给他的, 把吃的全部都吃完了。 奶奶给了半块水布给阿东, 他咬着放在了地上, 似乎在说, 爷爷, 你吃吧。 阿东的懂事让人泪目, 小小的背影透出巨大的悲伤与孤独。 即使奶奶和多多都陪伴着阿东, 也无法迷雇爷爷不在的缺憾。 好了,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温暖还在延续,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,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, 我们明天再见吧。